社会我新歌,人狠话不多,文能挤公交看书,武能看书挤公交,竟能上马定乾坤,推可提笔安天下,他穿衣显瘦推有肉,极刚猛与柔情,彪悍与细腻为一体,一手握剑一手执笔,从金歌铁马起到灯火阑珊,他是一言不合就开干的社会大佬。 新晋级是济南人,从初称那里就是沦陷区,是金人的地盘,新晋级的爷爷是霍奇兵的铁粉,他希望新晋级能够和霍奇兵一样成为大将之才,所以呢就给他取名叫契级,新晋级从小就是为大宋崛起而读书,为击退金人而习武,于是我们的新歌就成长为能文能武,文武双全的别家的孩子。 新晋级的父亲死于战争,从小由爷爷带大,众所周知,由爷爷带大的孩子一般都是很厉害的,比如说葫芦娃兄弟,但是葫芦娃是每个人只有一个绝招,而新晋级是一个全能天才,那时候南北对立,南宋对金国战领区过来的人很谨慎,称为归正人跟从良是一个意思,明白的就是搞地狱骑士,所以呢想要取得南宋信任就得拿出诚意,年轻的新晋级用了两三年时间玩了几把cosplay。 首先他接着赶考的机会去了燕京,当时的燕京是金国首都,新晋级考完试,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喝酒如串,而是骑着共享单车满城转悠,把金国所有的高官住所,军营位置,政府要员之的情报摸了个门清,而且还绘制了地图,这个时候他就是邦德,赞姆斯邦德。 第二件事是几年后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小部队,跟金军打游击战,还带领士兵学习持久镇的精神,要跟金国此刻到底,这时他很像他的老乡宋江。 第三,是他21岁那年,有一个叫张安国的叛徒,杀了即将投靠南宋的爱国领袖耿京,新晋级带着50个兄弟冲到了5万人的金军大营,认识把张安国给绑了出来,这时他又是赵子龙。 总之,年轻时的新晋级,一点也不像个写歌词的,南宋皇帝都惊呆了,这过专制不服,是个大萌人,当场表示来了就是大宋人。 然而,新晋级来到南宋,发现却是另外一番景象,当时的南宋集团分为两派,主战派和主和派,主战派的口号延续了岳飞的梦想,还我和山,主和派的口号是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强烈谴责。 南宋皇帝只想岁月静好,终用主和派把主战派都给排挤了,新晋级是血气方刚,每天的口头禅就一个字干,所以呢,被别人干到一边去了,几年里,从江音到广德,从南京到厨州,屁股还没坐热,就被调职。 不过,对朝廷不骂的,不止新晋级一个人,很多爱国诗人都在写文章骂朝廷,比如,最火的一首叫,提林安邸,山外青山楼外楼,西湖歌舞几时休,暖风熏的游人醉,只把杭州做变州。 这首诗一出啊,朝廷很不高兴,让我们一起喝就露串不好吗?为什么非要打打杀杀呢?你们这些臭诗人啊,一点都不和谐,谁要在其抗金屈辱资历的关键词,一律屏蔽,严重者封闭,从此以后,新晋级变成了一个典故狂人。 在他的词里,到处都是典故,像密码电文,你要是不多读几本历史书啊,根本就看不懂。大宋朝廷不用的人,不会让你在一个地方待着,一定是把你调来调去,比如说苏东坡寄生颠沛流离,历史一直在重演英雄,一直在落泪,但英雄都是惺惺相惜的,在最不得志的后半生里,心积极结识了范城大河路由。 当时这二人跟杨万里和邮包是中兴四大事人,他们都梦想着朝廷能够雄起去解救中原人民,特别是陆游,未卑未敢忘忧国,年老仍梦金戈铁马,夜兰卧听风春雨,且把冰河入梦来,处虽三户能亡秦,其佑堂堂中国空无人,都是被狮子耽误的蛊惑在。 除此之外,还有陈亮留过朱熹等等,跟新晋级成为好朋友,他们都是主张复主的主战派,始成是复仇者联盟。 新晋级六十四岁时,朝廷终于要打金国了,在新晋级回归南宋的四十多年里,他不是在相应隐退,就是在被调来调去。 男人有宝剑而不能出窍,就像是女人有好包而不能带出门,会憋出内伤的。 新晋级从眼光有缩,背夹有缚的肌肉帅哥,变成了新大爷,六块腹肌也统一了六国。 在向韩托昼请新晋级出山,韩托昼在党派斗争中是焦头烂额,他想要一战成名,走向人生巅峰。 到了杭州的新晋级,发现南宋这时并不适合打仗,而且韩托昼只想让他做肉盾,打赢了自己是英雄,打输了有人垫背。 新晋级的野心是指挥而不是炮灰,这个坑啊我不跳,皇帝不高兴了,一直诏书又把他调到了镇江,面圣第二年,也就是1205年的某个春日。 65岁的新晋级,站在镇江北部山上的北部亭,身后曹长英妃,脚下长江怒吼,而江北岸已经是清国的国土了。 老夫到大宋,本来是要打江山的,结果打了个酱油,新晋级抹了一把眼泪,他想到了曾经在这里成就霸业的孙权,想到了刘裕,想到了战国时期赵国的连坡,历史沉入江面,灵感浮出脑海。 一首千古绝唱,就此诞生,千古江山,英雄无秘,孙众谋畜,武谢歌台,风流总被,雨打风吹去,斜阳草树寻常相末,人道济奴曾住,想当年金歌铁马,气通万里如虎,原家草草,风狼居须,赢得仓皇北顾,四十三年望中游记,烽火扬州路,可堪回首,避离慈下一片神压涉虎,凭谁问? 连坡老蚁,尚能放否?这首词呢,简单来说就一句话,佛起来,我还能打,寒托咒北伐大败,南宋攒了多年的家当,一举被对手清光,战败的消息传来,病中的杨万里是痛哭流停,大声骂娘第二天去世,心气急在悲愤中撑到了第二年,一天夜里大喊三声杀贼后去世,路由在悲痛中,卧床三年后去世,留下一首,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机无望告乃屋。 明明是大将之财,最终却以失望我们明示,如若上天赐予机翼与心气急,我想他更希望世间多一个能争善战,守土开枪的大将军,而不是一个只能手持长剑,独影孤寂的诗人。 我猜他一直想说的是,我不是诗人,我想杀人。